你是个好人,你就带上咱俩吧,你到哪儿,咱俩也到哪儿,那怎么行啊,面对如花似玉的姑娘们,男人却避之不及,只因她刚在二人身上吃了大亏,李世英本已成为一名教师,就在即将赴任时却突然被赶下了车,直言由于她作风不好与两个姑娘关系暧昧不清,所以将她踢出了教师队伍,尽管李世英距离力争,解释说与他们只是在火车上刚认识的老乡,可在这个看重正风正气的年代, 对方宁可信其有,小伙子,当教师,老师正派是头一条,不正派,再有多大学位也不行啊,李世英就这样丢了难得的工作,女孩们知道拖了她的后腿,顿时羞愧的不敢胎眼,原来二人也去应聘了老师却没能通过考试,本以为提起李世英的名字能够获得些许优待,谁知不仅没成功,反而弄巧成捉生了误会,还让李世英也成了无业游民,看着内疚的两个小姑娘,然后老实的李世英选择了原谅,因为她心里清楚, 在这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,出门在外讨生活的人更应该抱团取暖,李世英本是河南人,在三年困难时期,为了填饱肚子她含泪告别了年老的父母,只因听说新疆地广人系就业机会更多,她便孤身踏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车, 在寻找活路的途中,李世英正对家乡父母牵肠挂肚,无意间看到两个小姑娘在互相牵扰,我真的不饿,你吃饱,不行,你会饿坏的 仅仅是一块面饼,他们却谁都舍不得独享,最终选择一败为二,熟悉的河南口言让李世英背胆亲切,他热情地端上一次缸热水,再得知他们的目的地都是新疆后,三人约定同行,也就此相识,到达新疆后,三人迫切地想找份工作, 兜里的钱一分也不敢乱花,面对香喷喷的羊肉船,李世英只能默默咽了几口口水, 好在他初中毕业,又碰上郑昭平老师,凭借一纸文凭当场就通过面试被录用,有了一份稳定工作,他终于舍得花钱, 是巨资买了羊肉串来解馋,本以为从此能在新疆扎根,谁知工作转眼就告吹,只能再寻其他活路, 而面对两个钱花光又拯目无亲的小姑娘,李世英最终还是伸出援助之手,慷慨地用自己所剩不多的钱维持三个人的生活, 但时间长了,姑娘们开始觉得不好意思,决定去农场干体力活维持生计, 不能再继续拖累老乡,善良的李世英卖掉了大衣,将为数不多的生活费赠送二人,似乎是好人有了好报, 李世英遇到了一位河南籍老司机,看在同位老乡的份上,让他搭上了去往哈密的车, 李世英本想去碰碰运气到哈密找个会计的工作,谁知老司机却看准了他的时程, 小伙子,72行,行行出状元,开车也光荣啊,开发新疆,没有汽车,没门,听我话,跟上我吧,我说你当徒弟,跟我学开车, 就此他成了一名司机学徒,从此风里来学里去,后来李世英也开上了卡车,成了一名年轻司机, 开车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十年,从一名小司机成长为老司机, 一世无忧生活安定的李世英却越发觉得人生无趣,原来他来了新疆没多久, 父母就因粮食短缺去世,他钱挣得再多却以没了值得花钱的人, 师父看出了他的郁闷,便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出了建议, 师父的一句话说到了他的心坛里,于是他就动了成家的念头, 恰好同事有何事人选,但对方说可惜是从陕北米芝县来的外地人, 于是在同事的攒夺下双方当天就见了面,乔真独爱说话, 当干活时的干净利落和他俊俏的模样, 仅一眼就让李世英动了心,师父听后也很满意,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,很快组建了家庭, 女人负责操持家务,男人负责出车挣钱,生活本应平淡又幸福, 可李世英却很郁闷,自己虽与巧珍有夫妻之名却一直还无夫妻之事, 无论怎么努力,却总也走不进她的内心, 她特意让人从上海给巧珍买了一件新衣服, 但巧珍却说, 我有衣服, 嗨,你试试吗? 虽然衣服很和审,巧珍也紧紧是试给丈夫看了看, 看到巧珍做的鞋底,她不由得用自己的脚比划, 大了点,还行, 巧珍见状却拿过鞋底藏了起来, 以为巧珍是给自己做的鞋, 高兴的李世英趁机提出带她去看电影, 不料巧珍却说, 我不去, 要去, 你自己去吧, 这让李世英很是郁闷, 她每天都是个闷葫芦, 虽然能感觉到她不高兴, 但怎么也问不出原因, 红也不知如何下手, 时候长了, 李世英再好的脾气也没了耐性, 头一次发了火, 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, 还会你妈那儿去? 巧珍终于有了动静, 她暴戏大哭, 但李世英心里也不好受, 路边看见人家家庭和睦心里不知道有多险露, 本以为是因为自己常年出车夫妻感情才如此冷淡, 可这天同事的几句玩笑话, 却无意间暴露了真相, 李师傅, 又在想你那四妹妹了吧? 哎, 李师傅可要当心呢, 只怕那名指的四妹妹心里令人的三哥哥, 你说什么? 同事自知识言, 连忙说是在开玩笑, 其他同事也随声应和, 不料却让李世英起了疑心, 认为有事瞒着自己, 同事们见实在圆不下去, 便索性说了实话, 原来乔真有个旧情人近期找上了门, 听说二人经常私底下见面, 这是除了李世英不知道外, 已经传的人尽皆知, 而之所以不告诉他, 也是怕消息不属失毁了这段姻缘, 可说着无心听者有意, 那双不合脚马的鞋和妻子冷淡的态度, 瞬间都有了解释, 李世英怒气冲冲地回到家, 正碰见妻子抱着那双鞋似乎要出门送人, 李世英严厉质问, 让乔真说出肩服是谁, 但他却仍一言不发, 只有眼泪滚滚, 李世英一气之下将桌子上的水被打碎, 其实就算他不说, 李世英也已知道是谁, 只是希望能从妻子口中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, 就在他转身出门要将肩负找来当面对之时, 乔真终于开了惊口, 我说, 我什么都跟你说, 同事们说得八九不离时, 他虽没有出轨却也真有个旧情人, 两人同为陕北人, 打小一块长大, 从七八岁上山砍柴到十几岁学校求学总是形影不离, 到了情窦初开便顺理成章地私定了终身, 眼看要结婚的结果眼, 老家却遭了大灾, 乔真的父母又去世, 两人不得已分开, 乔真来了新疆偷奔一骂, 本以为今生在无缘见面便与李世英结了婚, 谁知造化弄人, 在他准备安心过日子时, 对方竟找来了新疆并提出要破镜重圆, 得知真相的李世英出奇的冷静, 他问起两人的打算, 他让我跟你离婚, 跟上他回老家去, 可我, 我又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, 行了, 别说了, 他来找过我几次, 可我们没干见不得人的事, 他是个好人, 你别怪他, 乔真说自己不打算离婚, 虽然也很不舍一起长大的情分, 他看我在你面前, 没吃苦, 知道你也是个有情意的好人, 他不忍心伤你, 今天他来就是跟我说, 让我跟上你, 好好地伺候你, 他说, 我们没有缘分, 过去的事, 也只好算了, 看着痛哭流涕的乔真, 李世英也明白了结婚以来乔真的种种行为, 他接受了这个说法, 日子一天天过去, 尽管妻子没有离开, 李世英却还是无法打开他的心扉, 整日愁容满面, 当他回到家时, 乔真也总是魂不守舍, 心里牵挂着另一个男人, 与其貌合神离到不如好聚好散, 你的心思我明白了, 跟我过, 你难受, 他难受, 我也难受, 愿谁呢, 要愿自己的老乡没搞好, 我和你们一样, 也是从口里忙流来的, 中国地方大, 只要啃下力气, 没有决人之路, 你还是跟他去过吧, 李世英主动提出了离婚,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, 他也说不清恨谁, 他帮乔真打点好行李, 买好车票, 走吧, 以后咱们不再是夫妻了, 可还是朋友, 有什么困难, 你尽管来找我, 迷茫的李世英找到师父, 师徒俩一起喝起了闷酒, 师父见他长絮短叹, 以为他仍为巧证的离开难受, 谁知李世英的颓丧另有原因, 他认为自己是个好人, 也一直在做好事, 可为什么偏偏没有好报, 摊上了这一档子事, 但师父却认为做人不能像做买卖一样, 为了好报才做好事, 那也不能算真正的好人, 要担心好事, 莫问前程, 师英啊, 咱们开车的, 两个眼睛总要盯着前方, 偶尔从反观精灵往后看一看可以, 要是一个劲的往后看, 非翻车不可, 师父的劝戒如当头棒, 让李世英重新确定了人生准则, 生活再次焕发了神采, 之后的日子里, 他仍愿做个好人并不再期许汇报, 谁知命运却又向他开起了玩笑, 因为他无意间的善行送了他一段良缘, 这天他照常出车, 遇到一对等车的母子, 由于搬车迟迟不到, 李世英便决定烧他们一程, 谁知半路男孩发了高烧, 他不顾女人的怀疑猛踩油门赶往医院, 可这反常的举动越发让女人以为他图谋不轨, 竟出手去抢夺方向盘, 在陡峭的山路上, 卡车差点视控冲入悬崖, 直到抵达医院, 女人才相信李世英是出于好心, 可二人来路不明, 医院里又没有熟人, 医院竟然拒绝了接诊, 为了尽快救治孩子, 李世英索性好人做到的, 再次上车连夜赶路, 半夜敲开了医生朋友的家门, 他们几经波折终于让男孩得到诊治, 经过一番抢救后, 高烧昏腻的男孩幸运地脱离了危险, 面对明明事不关己却热心肠的李世英, 女人惭愧地道了歉, 李世英不仅毫不在意, 在得知他们住在肖尔布拉克后, 反而心生佩服, 因为那地方非常贫苦, 连吃水都很困难, 交通也极其不便利, 能在那里生活的都是能吃苦耐劳的人, 为了让母子俩安全回家, 李世英给他们办了出院手续, 打算亲自送他们回家, 在这趟前往肖尔布拉克的旅途上, 李世英意外得知女人的身世, 原来夜君是上海之亲, 六十年代跑来新疆之角, 却因出身不好被七十年代的运动波及, 在劳动改造期间, 她被人欺辱导致怀孕, 在所有人劝她打掉孩子时, 她却留下了这条生命, 成为了一名单身妈妈, 在得知夜君的经历后, 李世英心生佩服至于又多了些恋爱和同情, 将他们一直送到了家门口后, 夜君热情地留她吃饭, 李世英却因为送货执意要走, 可就在她即将离去时, 男孩却扑进了她怀里, 说什么也不放她离开, 在几天的相处中, 男孩已在她的身上找到了宽厚如山的父爱, 在许诺以后会来看她后, 李世英踏上了灰尘的路, 男孩依依不舍, 夜君却始终沉默, 就连客套的话也说不出口, 只因心里想挽留的人, 打心底里不愿告别, 与暗生情愫的夜君一样, 回了家的李世英同样对这对母子俩念念不忘, 借着与男孩的诺言, 他在商场买了汽车玩具, 再次回到了肖尔布拉克, 他和男孩宛如一对父子, 尽管两人碰撞的目光早已蹦出爱情的火花, 可与夜君的窗户纸却始终没有痛破, 夜君在厨房忙碌起来, 想留世英吃一顿饭, 谁知当他摆上碗筷后, 儿子却告知他叔叔走了, 肉眼可见的失望瞬间跃然脸上, 他以为李世英是嫌弃自己的经历, 殊不知他回到家后, 立刻就去向师父弹露了自己的想法, 他决定向夜君告白做男孩的爸爸, 这样的人你不找谁啊, 肖尔布拉克, 就是捡水泉, 在捡水泉里泡泡的人, 比金子还宝贵, 在得到师父的支持后, 他郑重其事地给夜君写了一封信, 再次踏出追求幸福的勇敢步伐, 在除夕的那天, 李世英跋山涉水去团聚, 夜娟等的魂不守舍, 可当李世英推开房门时, 那浓厚的情感却只变成了一句话, 你来了, 窗外抱住声声, 屋内驾摇满桌, 在这除夕夜晚, 走过漫长道路的李世英, 终于到达了他幸福的终点, 累了吧, 路这么远? 不, 不远。